抱着baby轻轻拍着刚生产完的何小姐 出场当妈妈的喜悦 只是心肝宝贝不久身上就有伤 她的瘀血就是这么的大片 然后她还有刮痕 肚皮上大片瘀青还有好几条的抓痕 才一个月大的男婴出现这样的伤痕 让当妈妈的好心疼 何小姐说她在9月5号住进院子中心 却在要离院前一天10月4号 发现孩子身上的状况 事后何小姐也调阅监视器 发现是一名护理师帮宝宝洗澡时造成的 男婴送医就诊后住进家户病房观察 经过诊疗以后 因为怕有一些念初学其他状况所以住院 何小姐跟先生都指控孩子的伤疑似 是不当照护造成的 来到这间位于嘉义县大林镇的月子中心 中心人员不回应 而主管单位卫生局货报 也已经展开调查 到底是不是不当照护 是否涉及虐婴 何小姐希望能查清楚 也希望孩子能够赶快恢复健康 华视新闻成绩帮邱军平邱建勋 嘉义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